上期视频我们说到要想制作一个金字不叶 它不仅需要一些特殊的木头 而且还需要用到橄榄油 很明显我现在的木工机里装的是不对的 我把橄榄油装成了水 那这种情况下木工机肯定是不会工作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橄榄油怎么搞 难不成这个生存中还有橄榄树 打开课程表我们看一下 橄榄油罐 橄榄油胶囊 他们所用的的机器是装瓶机 这里还有个榨汁机我们看一下 哎 你还别说兄弟们好像真有橄榄树 你看刚才标记的那不就是橄榄吗 橄榄放进榨汁机以后就可以得到橄榄油 那不用多说了 去找橄榄树吧 橄榄树主要生长于什么地形 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吧 我家附近这个地形啊 我感觉还算是比较多元化 找到一棵橄榄树应该不成问题 兄弟们 我们今天呢继续研究养风 喜欢浆荒的兄弟们 一定不要忘记留下你的关注和点赞 点赞错过三个 咱们立马更新下一期 刚才呢 我本想出去找橄榄树 可是我这一想我家有个农贸市场啊 那这个农贸市场是干嘛的呀 它就是卖种子的呀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交易列表 如果有橄榄树的话 这不是天主我也吗 就这样我就开始翻阅农贸市场的各种作物 果然是有所发现 橄榄树苗我这不就得到了吗 三颗绿宝石购买一颗橄榄树苗 实在是没有想到啊 会如此简单 树苗给它种上 用果粉我们直接把橄榄果实给它催熟 有了橄榄之后 现在我们好像还得有一个榨汁机啊 没有榨汁机的话 我这点开合成列表一看 这没有榨汁机啊 这只有压榨机 而且压榨出来的也并不是橄榄油 而是石油 哪里出了问题 那就再认真比较一下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我去兄弟们 此橄榄非彼橄榄呀 人家这个橄榄的形状跟我的橄榄哪是一样的呀 这个明显是两种产物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生存中有两种橄榄树 而我这个橄榄它毛用都没有 确确实实是多少有点尴尬了 没有办法 只能是外出寻找了 穿上我的史莱姆鞋子 拿上我的史莱姆弹弓 好家伙 日行八百里 兄弟们 什么高山 湖泊 海洋 以及森林和冰川 我真是踏遍了万水千山 然而这个橄榄树好像就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根本就没有找到 于是乎就在这时候 我又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好像制作这个橙子 不就是我们不需要橄榄油 也可以 我们可以使用种子油 要不说我是个朵拉呀 之前我为什么就没看见呀 那既然种子油的话 那就非常好搞了 你看这种子 兄弟们 榨汁机中有97种种子 它都可以提炼出种子油 还是一样 来到农茂市场 我们随便买一个种子就可以了 买了一颗菠萝种子 回家之后直接给它种上 拿出我们的喝嘴厨 直接给它催呀催呀催 把得得的菠萝直接给它一分解 菠萝种子这不就来了吗 有了菠萝种子 我们还需要一个榨汁机 榨汁机也非常简单 菠萝种子放进去之后 种子油就得到了 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 要想把种子油引进木工机 我们还需要制作一个传输节点 流体的传输节点 制作好了以后 先连接榨汁机 然后使用传输刀管 给它导入木工机 制作一个橙子部件 简直是费了劲了 打开木工机 我们会发现种子油已经到位了 那就赶紧把这个橙子部件 给它制作出来吧 这里我选择的是梅树原木 木工机的上方呢 是呈现配方的一个东西 配方整好以后 你再把原木放到底下的槽内 这时候它就开始工作了 仅仅就是为了制作一个风箱 兄弟们真的是太难了 那到目前为止呢 养风的一些基础设施 我们基本上是搞定了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培养蜜蜂了 首先呢 我们比较常见的蜜蜂 你像非凡的 森林的 沼泽的 这都是我们可以通过 那个蜂窝得到的 一个雌性蜜蜂和一个雄性蜜蜂 放到蜂房内 它们两个就开始发生关系 但是呢 繁殖的条件也非常苛刻 不仅需要旁边有花 它们对温度和湿度 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我这刚把花给它整到位 它又提示我 这个地方过于干旱 而且还说蜜蜂在这干旱的环境中呢 几乎脱水了 让我们使用 栖息地定位仪 来为蜜蜂选择一个 更湿润的地方 该说不说 这事儿是真不少 那我只能是先制作一个 栖息地定位仪 根据刚才描述的 要想找到一个湿润的地方 那肯定是非海边莫属了 我家前面有块地方 虽然不算是海边 但是也算是应该比较湿润吧 可是定位仪走到这里之后呢 标示并不可以 当前的湿度还是属于干旱 当时我就慌了 我这不会要因为养个蜜蜂 我再搬家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可真就是无语了 然而就在这时呢 万万没有想到 在我家种甘蔗附近 这里的湿度 居然可以达到普通 温度也还可以 看来刚才呢 我是多少有点小题大做了 那就赶紧把蜂房和蜂箱 搬到这里吧 搬到这里之后呢 果然就好了很多 然后紧接着我又做了几个 我认为是没太有用的小目标 就比如眼前这个朝气引擎 说白了啊就是灵液发电 目前我用的煤炭发电机 它不行吗 我在用它的话 我感觉多少是有点多余 但是呢 我还是根据它的提示 把它给做了出来 包括底下的分析仪 顾名思义 分析仪就是分析蜜蜂的 分析蜜蜂的生命值了 等等一些特征嘛 反正就我现在来看啊 我是根本都看不懂 我也不知道 把这个蜜蜂分析出来 能有什么用 倒是有一个问题 该说不说 真的是令我非常困扰 那就是蜜蜂的初代突变 首先兄弟们要知道啊 它们两个结合之后会得到一个蜂后 蜂后呢 在蜂房内 慢慢的分解之后呢 是可以得到蜂窝的 但是现在我说的是最基本的 然而呢 再比这些蜜蜂高级一点 就是书中所说的寻常蜂和田野蜂 想要得到这两种蜜蜂 那可真的就是不简单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主线任务吧 正式养蜂之前 首先我们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呢 就是放宽心 放宽心呢 需要我们收集的20个蜂窝 这个任务呢 其实真的是不难 不管你是自己去找蜂窝 还是自己繁殖 在蜂房内都可以完成 但是呢 你们要看介绍 任何两种不同的基因的蜜蜂杂交后 都有概率产生寻常品种的口袋 这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寻常蜂 那么在得到的寻常蜂以后 我们就要看第二个任务 它的任务目标呢 也并不是很难 需要25个蜂窝 我们还是要看底下的这行字 将得到的寻常蜂后 在与其阻带品种杂交后 你就获得了这蓝蓝的蜜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田野蜂 应该是啊兄弟们 据我了解这蓝蓝的蜜蜂应该就是田野蜂 到此为止 这就产生了两个概率的问题 我们得到的一些平凡的蜜蜂 首先要得到寻常蜂 得到寻常蜂后之后 我们再进行砸交 然后才能得到田野蜂 为此呢 我一直在蜂房和蜂箱之间转悠 一直搞了四个小时 不知道我这个思路对不对啊兄弟们 如果有知道的兄弟们啊 可以在弹幕区或者评论区过留言 告诉我一下 怎么样才能提高得到寻常蜂和田野蜂的几率 我在这里简单看了一下这个田野蜂啊 其实我感觉得到田野蜂的概率还真是挺高的 寻常的蜂后和森林雄蜂 就可以达到12%的概率 我们再把概率降低一下 十次应该没问题吧 可是咱就说我进行的实验可不止十次啊 当然了我没有使用寻常公主蜂来做实验啊 因为寻常公主蜂也是很难得到的 我大概算了一下 从开始做这些设备 到现在开始初代突变 前前后后也得六个小时了 我居然连一个最基本的寻常蜂和田野蜂都没有搞出来 准确来说是寻常蜂得到了啊 但是数量并不是很多 田野蜂我是根本就没有看到 看来谁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养蜂人啊 真的是不是那么顺风顺水 接下来我是在跟他好呢 还是有什么结印呢 瞬间感觉整个人有点阴谋了啊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吧兄弟们 再整下去我就快蜂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